We are here looking for the Gossip Lack 大家好,歡迎回到Kevin的頻道 大家好,今天要分享的這款玩具是MagToys MTRM06 ContactShot 首先我們來看一下它的包裝,在盒子的正面這邊有ContactShot人型載具的一個圖片 編號MTRM06 ContactShot第三方MagToys 側面沒什麼東西,後面就是許多的商品圖 上面有一個人型的圖片,下面則是一個內容物 那這個盒子就像這個樣子 接下來我們看到玩具的本體,首先我們先從載具形態開始看起 那這款玩具有附帶一張說明書 說明書是一張的,打開來裡面是一個彩色印刷 講解的也相當的清楚,那這個說明書就像這個樣子 然後它有附帶一個頭盔 這個頭盔在人型之下是可以做一個替換 以及三張臉 第一張長的就像這個樣子,嘴巴是微微的打開來 有一種嘶吼的一個感覺 第二張則是戴著一個眼鏡,然後沒有什麼表情 第三張臉一樣是戴著一個眼鏡 然後嘴巴是微微張開的,有一種嘶吼憤怒的一個感覺 然後它有附帶一個Target Master,也就是目標戰士 是可以放在這個駕駛座裡面 那這個駕駛座要打開的話,我會建議從前面這邊把它往下搬一點 然後再把它打開來,會比較好打開一點 那這個目標戰士呢,放在裡面看起來就像這個樣子 這個裡面的刻畫是還不錯的 那這個目標戰士呢,整體的細節刻畫看起來是還OK的 臉是有一個塗裝的 頭是可以轉動的,它是一個球型關節 肩膀呢它可以往上平舉 往下 360度是沒有問題的,但是會被後面的東西擋住 二頭肌可以彎曲 腳是一個球型關節,往前往後往外大概是這個樣子 膝蓋彎曲是可以到這個程度的 那它是可以變形成為一把槍的 然後在人形之下是可以跟人形做一個互動 那它變身的方式也相當簡單,就是把這個東西把它翻出來 旁邊的這塊東西也把它翻到旁邊來 然後把這塊打開 翻過來 把它的腰往前提,把這個翻到這邊來 然後把它的腳做一個合併 合併之後再把它折起來 把它折到這邊來 在這邊有個凸,對應肩膀的洞把它扣在一起 另外一邊也把它扣進去 然後把這個東西往旁邊折,它是一個球型關節 這邊是可以卡住的 把它扣起來 它會成為這個武器的握把 那它的變身過程就這樣子完成了 那變成槍型之後看起來就像這個樣子 基本上沒有什麼太過特別的地方,看起來是普通 那這個頭就暴露在這邊,你也是可以把它轉180度的 都可以 那這個目標戰士就像這個樣子 那我們回到這個載具形態 這款載具是一個外星球的一個跑車的一個形態 然後它是根據目標戰士布蘭卡所做的一個設計 那我有上網去查過它的一個資料 它的載具形態做的是相當還原的 然後跟G1的老玩具也有做到一些呼應 那我們來看一下它的細節 首先,車頭 車頭這邊車燈是有塗裝的,整體的細節刻畫看起來是還不錯的 輪胎是一個橡膠輪胎,輪框也有上一個銀漆 滾動性是沒有問題的,看到旁邊上面這邊基本上看起來是一體性是還不錯的 沒有什麼空洞的問題 然後細節刻畫跟塗裝看起來也不錯,這邊細節處 都有點綴一些銀漆還有一些塗裝 看起來是還不錯的 看到後面整體的包覆性也是相當不錯的 細節處也都有點綴一些塗裝 側面這邊有一個火焰紋,這個跟G1的老玩具是做一個呼應的 看到車子的底盤整體的收納也是相當的乾淨 基本上看不太出來機器人的一個部件 那在車型態之下看起來是相當的不錯 那這個車型態給我的感覺讓我聯想到 以前小時候幾乎每個人家裡 都會有一台那種錄影帶的回帶機 那現在的小朋友可能已經不知道錄影帶是什麼東西了 那以前在看影片的時候是需要一個錄影帶的 那錄影帶看完之後是必須回帶的 那以前的那個回帶機它的造型是一個紅色的跑車 那這款跑車就給我感覺跟之前那個回帶機的感覺是很類似的 那在這個載具形態之下後面這個東西是可以拔起來的 這個東西是可以成為一個武器的 那拔起來之後裡面也有一個引擎的刻畫 還有點綴一個銀漆 看起來是相當的不錯 非常的正點 那這台車載具形態我個人是覺得做的是不錯的 造型也是非常還原於動畫 然後整體的一體性還有各方面看起來都是相當的不錯 那它的載具形態就像這個樣子 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它從載具變為人形的一個變形步驟 首先先把這個駕駛艙把它打開來好了 然後這塊東西是可以折進去的 把它收起來 再把這個東西合起來 接下來在旁邊這邊有卡扣是扣住的 把它鬆開來 這邊 這邊有兩個卡扣 然後把後面這塊東西把它打開來 翻到下面來把這塊部件也把它打開來 接下來就可以把這整塊東西把它往外翻 然後在這邊還有一個卡扣 這裡面也有一個卡扣 那就把它都把它鬆開來 鬆開來之後稍微調整一下 把它往後面翻 把這些卡扣都鬆開來之後把它往後拉 拉出來 整隻腳把它拉直 然後把這塊東西把它往下放 接著這塊藍色的部件是要往裡面推的 它這邊有一些空隙 要把它推到底 然後在這邊有一個卡扣把它扣起來 這邊有一個雙洞關節 把這個關節移到下面來 然後再把這塊東西把它折起來 它會形成它的腳底板 後腳跟把它翻出來 翻到外面來 然後再把這塊板子把它蓋起來 然後旁邊這邊有一些卡扣把它扣起來 大腿這邊這個關節把它往裡面移 那一隻腳的變形就像這個樣子 另外一邊也是一樣 首先把這邊的卡扣把它鬆開來 後面的面板把它打開 翻到下面來這塊面板也把它打開來 接下來就可以把這個腳把它往外拉 拉出來旁邊這邊有一些卡扣 把它鬆開來然後把它的腳拉出來 拉出來之後把這塊往下放 往下放之後呢 再把這邊扣起來 把這塊藍色的往裡面推 推緊 推緊之後把下面這塊東西移到下面來 腳掌折起來 後腳跟翻出來翻到外面來 然後再把這塊面板 把它蓋起來 扣起來全部都把它扣起來 大腿把它移過去 那一雙腳的變形就像這個樣子 接下來我們來處理它的一個上半身 首先旁邊這邊有卡扣把它鬆開來 另外一邊也是一樣 車頭的裡面是有卡扣的 把這卡扣也鬆開來 這邊是有一個卡扣的 另外一邊也把它鬆開來 然後把這塊東西把它往下扳 把它的頭翻出來外面 翻到外面之後再把這塊東西再旋轉 往反方向旋轉轉到這個位置 頭把它擺到上面去 接下來就把這塊藍色這個部件把它旋轉180度 像這個樣子 然後在這邊有一個關節把它往這邊折 折過來之後 這邊有兩個凸 對應這邊有兩個洞 把它扣起來 把這個東西扣進去 扣緊 在頭的這塊面板這邊有兩個凸 對應這兩個洞把它扣起來 然後把它頭旋轉180度 車頭這塊東西先把它移到旁邊去 接下來這個關節這個地方 這邊是要把它移過來的 把它移到這個樣子 然後把它往下放 像這個樣子 然後把它的手拉出來 後面這塊東西把它旋轉180度 手把它轉到一個正確的位置 然後再把後面這塊東西把它擺到前面來 那一隻手的變形就這樣子完成了 另外一邊也是一樣把這個東西把它放下來 放下來之後把它手 拉出來拉出來外面 後面這塊東西把它旋轉180度 然後把它肩膀調整到一個正確的一個位置 最後再把這個駕駛座把它扣到這個後面去 把它放到這個位置 那我們這款Contact Shot的變身過程就這樣子大功告成了 在變為人形之後呢整個人物的造型呢跟動畫裡也是相當的還原 那布蘭卡這個角色呢 是先鋒戰士裡三人小隊裡面的一個隊長 所以說呢無論是討論度或者是人氣度呢 都是比較高的 看到人物的後面呢基本上收納的是相當的乾淨 也沒有什麼空洞的問題 那接下來呢我們來看一下它的細節 首先看到它的頭雕,頭雕呢做的是還不錯的 臉呢是有上一個銀漆的 那這個下巴喔很長 所以說呢給我想到這個 台灣的一個藝人喔叫陳維銘的喔 這個下巴非常長喔 鬼影堆堆堆,大便一大堆 這是它一個口頭禪喔 那這個臉呢是可以做一個替換的 替換的方式呢也非常簡單就是把這個頭盔拔起來 拔起來之後呢再把這個臉呢這邊有一個扣子扣住的 把它拿起來 那這個頭盔呢只能跟這個臉呢做一個替換 它並不能跟另外的兩張臉共用 那我們呢就把這張臉把它扣進去 但是呢這張臉是非常扣不緊的 所以說呢要稍微用手指頭扶著 扶著呢然後再把這個頭盔呢把它蓋下去 那換上這張臉呢看起來就像這個樣子 看起來這個表情呢是比較生動一點 那它還有附帶另外一個造型的頭盔喔 那我們來試試看另外一個造型的一個頭盔 首先呢我們先來看一下這張臉 一樣把這個臉呢把它督進去 然後呢再把另外一個頭盔呢把它 蓋起來 那換上這個頭呢看起來是截然不同的一個感覺 那這個頭呢還有另外一張臉 那我們來換這張臉試試看 那換上另外一張臉呢看起來就像這個樣子 那這個頭呢跟動畫裡面好像並不是那麼像吧 那我也不知道這個東西呢是致敬什麼東西的 那這個東西呢我在猜啦應該是致敬這個G1的老玩具吧 接下來呢我們看到胸口 胸口這邊呢有很多的細節刻畫 然後呢裡面也有上一個銀漆看起來是非常的不錯 肩膀呢則是它造型的一個特色喔 那這個東西呢就掛在這邊 那基本上呢也不影響它的一個活動性 手臂呢基本上看起來非常的飽滿沒有什麼空洞的一個問題 腰呢這邊也有一些細節刻畫跟塗裝看起來是還OK的 膝蓋這邊呢也是有一些造型跟細節刻畫的 整個腿呢看起來是非常飽滿的 基本上呢沒有什麼空洞的一個問題 看到人物的後面呢收納也是非常乾淨的 沒有什麼背包 那接下來呢我們來看一下它的可動性 首先頭是一個球型關節它可以這樣子旋轉跳躍我閉著眼 肩膀這塊東西呢在這邊有一個關節它是可以移到後面去的 然後呢它也有一個左右活動的一個關節 那在這邊呢是一個球型關節所以說呢這個活動性是還不錯的 手臂平均呢可以到非常高的一個程度非常的不錯 手肘彎曲呢是可以超過90度一點點的 拳頭可以旋轉 手掌可以打開 腰是有腰轉的非常的不錯 然後呢在Max Toys的玩具呢很多都會有一個腹部彎曲的一個關節 那這個東西呢是非常不錯的 它可以擺出更多漂亮的一些Pose 裙甲可以打開,側裙也是可以打開的 腳往前踢是一個齒輪關節 往後呢到這個程度非常的不錯 往外也是一個齒輪關節 大腿可以旋轉也是一個齒輪關節喔 那這款玩具的齒輪關節呢用的是還蠻多的 膝蓋彎曲呢是可以到90度的 腳掌是有一個左右接地功能的 然後呢也可以往前往後 那這款玩具的可動性呢算是相當的不錯 它所附帶的這個東西呢在人型之下呢是可以當做一個盾牌的 那在這邊呢有一個凹,對應手臂上的這個凸呢就把它扣進去就可以了 那拿上這個武器呢看起來就像 這個樣子 那在這個槍管的部份呢它是可以拔起來的 這個東西呢是可以跟這個Target Master做一個結合的 在旁邊呢有兩個滑槽 是對應槍管這旁邊兩個凸 那就把它扣起來扣進去 那這個槍管呢就變得更粗更大了 那這個槍呢在握持方式上面呢也是相當的簡單 在拳頭呢這邊有一個滑槽 對應握把的形狀呢就把它這個東西滑進去 那握起來呢緊實度是非常好的 基本上不會有一個鬆脫的問題 接下來呢我們請出我們的大哥 永遠的大哥,大哥之中的大哥 Optimus Prime 那兩個玩具擺在一起呢基本上看起來是同一個尺寸的玩具 所以說呢這款玩具呢在人型載具之下呢 也是相當有一個份量感的 那它們的大小比例關係呢就像這個樣子 這一款由McChoice所出品的這個Contact Shop 也就是根據目標戰士Point Blank 布蘭卡所做的一個設計 那無論是人型載具呢表現的都是相當的不錯 可動性呢也是相當的優秀 在變形過程上呢也不會太過的繁瑣 恰到好處 那McChoice這家第三方公司呢基本上做出來的玩具都有一定的品質 經過我幾次的把玩之後呢 各個關節零件呢也都沒有什麼問題 所以說呢這款玩具我覺得做的是還不錯的 那喜歡布蘭卡這個角色的人呢我是相當推薦你入手的 那這款玩具呢是由玩具聯合國的賣家呢借給我來跟各位做一個分享 那非常感謝他的分享 如果有需要的人呢也可以上網搜尋玩具聯合國 那今天這款McChoice的Contact Shop的分享呢 就到這邊告一段落 謝謝大家 下次見掰掰 這麼 fragment的 我們是武器人的動物 從最晚水平 開超大 吉他